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1月16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李强在达沃斯表示,2023年中国GDP增长5.2%左右 彭博社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左右,超过政府今年的官方增长目标 他强调,这种增长是在没有诉诸大规模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也没有损害长期稳定 李强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这番言论的 目的是激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和政府的信心 该公告是在中国12月和2023年经济数据发布之前发布的 其中包括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 习近平希望人民币走强,推动中国成为金融强国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强势货币的重要性 因为他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并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地位 他强调,金融强国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强势的货币,央行,金融机构,监管,人才 习近平要求官员们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他还强调,要加强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 审慎管理境内金融业开放 中国一直在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11月,人民币取代日元成为国际支付中第四大货币 中国谴责菲律宾总统祝贺台湾选举获胜者 美联社 中国外交部召见菲律宾大使,谴责小费迪难得 马克思总统向台湾总统选举获胜者赖清德发出的贺电 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 并谴责任何看似赋予予台湾政府合法性的言论 外交部警告菲律宾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在涉台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和行动 敦促菲律宾大使做出负责任的解释 小马克思向他表示祝贺 并表达了密切合作,加强共同利益的愿望 春节预计中国旅游人数突破90亿人次 彭博社 中国正在为农历新年假期期间的旅游激增做准备 预计40天内的旅游人次将达到90亿人次 驾驶将成为最受欢迎的交通方式 预计自动驾驶出行次数将达到72亿次 预计中国铁路系统旅客发送量将达到4.8亿人次 比2023年增长38% 比2019年增长18% 有关部门已承诺将努力确保节日期间的安全 包括对主要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检查 以及检查和检查 车辆和交通设施的维护 日本、中国和韩国高管对2024年经济持乐观态度 日经亚洲 日经新闻、韩国每日经济新闻和中国环球时报联合调查显示 与去年相比 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温和增长的日本、中国和韩国高管人数增多 尽管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 企业领导人预计潜在增长将稳健 调查还发现 多位企业负责人认为 来年本企业的营商环境将略有改善 此外 这三个国家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计划在2024年的资本投资支出将比2023年有所增加 然而 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担忧 经济学家预测 由于房地产低迷和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 消费者支出降温 中国经济放缓预计将对日本和韩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调查还显示 这三个国家在中美紧张局势方面存在差异 约75%的日本和韩国商界领袖将美国总统大选 视为2024年最重要的事件 而在中国 日益增长的全球趋势 监管大型科技公司被视为最重要的事件 日本商界领袖对乔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中关系的看法 也与中国和韩国的同行不同 中国在台湾就职前夕进行等待游戏 日本时报 中国对赖清德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反应谨慎 来自执政党民进党的赖清德要到5月20日才会就职 北京方面渴望在与华盛顿的关系中保持微妙的平衡 而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让这种平衡变得复杂 分析师预测 距离赖志上任还有4个月的时间 情况将令人不安 台湾对大陆投资跌至20年来最低 彭博社 去年 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减少至2001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 原因是这些企业在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技术争端中寻求保护自己 据台北经济部称 台湾企业对大陆的新增投资同比下降39.8%至30.4亿美元 台湾企业历来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但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削减在中国的资本支出 美国正在限制中国获得领先技术 声称这些技术可以提供军事优势 中国平安银行将41家内地开发商列入融资支持名单 南华早报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传出坏消息后 平安银行已将41家开发商列入其房地产公司的融资支持名单 此举是在最近举行的年度政府经济会议之后做出的 会上官员们确定了支持房地产市场的任务 有关部门还要求地方政府更好地支持开发商的融资需求 包括起草符合资助条件的项目清单 平安银行的名单包括国有企业保利地产集团和北京城建集团 以及私营企业龙湖集团万科集团和金地集团 为何国泰航空的混乱给香港旅游业敲响了警钟 南华早报意见 由于人手问题 香港国泰航空在2月份之前平均每天取消12个航班 该航空公司原计划在2024年底前全面恢复航班运力 但最近取消的航班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目标的担忧 国泰飞行员表示 高级飞行员短缺的原因是 公司在2020年决定减少员工工资并解雇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薪资水平低和缺乏经验丰富的空乘人员 也是航空公司在疫情期间做出的决定的结果 美国谴责恼鲁放弃台湾 对中国的承诺发出警告 日本时报 处理与台湾非正式关系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 批评老鲁在选举后不久决定与台北断绝关系 他警告说 中国的承诺常常没有兑现 并凸显了中美之间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激烈竞争 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 但台湾对此强烈反对 中国考虑推出1390亿美元特别债券 以实施更多刺激措施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正在考虑根据一项特别主权债券计划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1390亿美元的新债 为食品 能源 供应链和城市化相关项目提供资金 这只是过去26年来第四次出售此类债券 此举是习近平主席政府将支出责任从负债累累的地方官员转移到中央政府的努力的一部分 以支持正在与通货紧缩压力房地产危机和内需疲弱做斗争的经济 老挝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面临中国现实检验 日经亚洲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三个国家的外交消息人士称 除非获得中国的进一步财政支持 否则老挝可能会拖欠其主权债务 老挝对中国的金融依赖改变了人们对该国在东盟的位置和重要性的看法 一些官员指出老挝现在由中国主导并希望在该地区获得更牢固的立足点 老挝公共债务已飙升至GDP的125% 其中一半债务存量和一半外债偿还欠中国 世邦卫理事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房地产看空者最为悲观 南华早报 世邦卫理事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 由于高利率和经济衰退以及需求疲软 香港的房地产投资者是世界上最悲观的 这些投资者的净购买意愿在2023年仍未复制为11% 而2022年为正值9% 就信心而言 香港在全球17个主要房地产市场中排名垫底 整体出售意向飙升至50% 为2014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3年 该市的房产交易跌至33年来的最低点 美国出口管制提振中国芯片工具巨头NineRide销售额 南华早报 中国半导体设备公司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预计2023年营收较上年增长50%左右 该公司将其增长归功于技术进步 使其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南卜已实现十一种半导体设备的量产 涵盖多种制造工艺 2023年 该公司收到价值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42亿美元的新设备订单 其中超过70%与半导体工具相关 北方华创的净利润也预计将增长57%至80% 达到33亿元至38亿元人民币 中国老年人能否成为经济的一线希望 南华早报意见 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之际 概述了提振银色经济的措施 国家蓝图包括引导投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培育更多的服务提供者 推动针对老年人需求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为人口老龄化创造更好的环境 政府看到了白银经济的潜力 并表示白银经济约占中国GDP的6% 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GDP的10% 然而挑战仍然存在 包括医疗保健提供和优质服务提供者的短缺 优医库起诉Shine涉嫌抄袭单肩包 彭博社 喧嚣公司子公司优医库 在日本对中国零售商Shine提起诉讼 指控该公司抄袭其广受欢迎的原型迷你单肩包 优医库正在寻求立即停止销售假冒产品并赔偿损失 这款包在日本的售价约为1500日元10美元 现已封你全球 优医库还警告消费者注意网上销售的假冒产品和类似产品 这并不是Shine第一次因侵犯版权而提起诉讼 因为其竞争对手也在香港采取了法律行动 Shine涉尚未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 中国研发的ALS新药为患者带来希望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正在测试一种治疗肌萎缩测所硬化症 ALS的潜在新药 该药在严重受影响的患者身上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ALS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患者在症状出现后通常只能活3到5年 这种名为Snag01的药物在一名患者身上使用了6个月 结果减缓了疾病进展 并改善了患者下肢的生理状况 虽然世界范围内有几种药物可以治疗 ALS 但它们不能逆转损害 只能减缓其进展 Snag01似乎在改善临床症状方面更有效 不过还需要更多病例来证实该药物的疗效 ALS是一种影响大脑和脊髓神经细胞的神经系统疾病 患者的肌肉无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散和恶化 导致并发症或呼吸衰竭 每一万人中就有6到9人患有这种疾病 但确切的患病率仍不清楚 中国人大手笔的复仇旅行正在给人民币带来压力 彭博社 随着旅行限制的放松和出境旅游的回升 中国公民在包括旅行在内的海外服务上的支出增加 2023年12月 中国家庭在海外服务上的净支出为206.7亿美元 这是自2018年8月以来最大的阅读支出 出境油和外汇需求的激增预计将对人民币造成压力 人民币已经因多种因素而走弱 其中包括北京进一步放松政策以及美国收益率上升的预期 出境旅游的增长被视为对2024年人民币经常账户余额和贸易加权基础产生负面影响 出境旅游预定量几乎增加了5倍 表明国际航班强劲复苏以及某些国家更宽松的签证政策 美国制裁令后中国银行收紧对俄罗斯的限制 彭博社 据报道 随着美国对援助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的海外金融公司实施二级制裁 中国国有银行正在收紧对俄罗斯客户的融资限制 至少有两家银行已下令对其俄罗斯业务进行审查 重点关注跨境交易 这些银行将与制裁名单上的客户断绝关系 并停止向俄罗斯军事工业提供任何金融服务 此举标志着 自2022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一波制裁以来 中国国有银行实施的限制升级 中国派大代表团参加达沃斯论坛吸引全球精英 日本时报 尽管乌克兰和加沙冲突持续不断 但中国将在达沃斯全球精英年度会议上发挥重要作用 李强总理将率大型代表团出席此次活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希望在与俄罗斯的冲突即将两周年之际为乌克兰争取更多援助 由于加沙冲突 注意力已转向中东 基辅正在努力确保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不会动摇 中国科学家打造大芯片晶圆尺寸处理器以应对美国制裁 南华早报 中国计算机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名为浙江的大型集成电路 可以帮助他们应对美国的制裁 同时提高处理器性能 该处理器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团队开发 面积达数千平方毫米 由16个chipLED256个内核组成 并有可能扩展到100个chipLED和1600个内核 该芯片可用于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训练 是通过晶圆及集成构建的 其中使用整个硅晶圆来创建电路 中国经济面临抗击通货紧缩的关键年 金融时报 中国最大的珠宝零售商周大福董事总经理黄健表示 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转向黄金作为避险投资 黄的言论反映出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更广泛谨慎前景 分析师预测2023年经济增长将从5.2%放缓至4.6% 北京政策制定者预计将设定2024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更广泛的刺激计划和改革来刺激经济 印度股市相对中国股市的估值溢价接近创纪录水平 彭博社 印度股市目前相对于中国股市处于最高水平 凸显出这两个新兴市场领头羊之间的投资者偏好差异日益扩大 根据预期盈利预测 MSCI印度指数的交易价格较中国指数溢价157% 仅比2022年10月创下的记录第三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反映了印度作为投资者最爱的地位 这得益于强劲的盈利和强劲的增长势头 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但中国面临与美国的竞争和通货紧缩压力等挑战 尽管中国估值低廉 但投资者继续青睐印度 表明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中国谴责新加坡祝贺台湾新领导人 彭博社 在新加坡祝贺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和执政的民进党赢得选举后 北京对新加坡进行了外交谴责 新加坡外交部此前曾表示 新加坡与台湾和台湾人民有着长期密切的友谊 并将继续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一中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 台湾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大多数邻国一样 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新加坡一直寻求平衡与中国和美国的深厚关系 腾讯看到的未来 一切掌纹扫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在中国推出了手掌扫描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在传感器上挥动手来进行购物和进入建筑物 这项名为微信掌上支付的技术 于5月份面向微信支付的用户推出 微信支付是腾讯微信的姊妹应用程序 它允许用户将钱包 房门钥匙和智能手机留在家中 通过扫描个人掌纹和皮肤下独特的静脉图案 来识别用户并在几秒钟内处理付款 去年 摩根大通宣布了自己的手掌扫描 支付认证软件试点计划 据Good Intelligence称 到2026年 全球生物识别支付市场预计将覆盖超过30亿用户 价值近5.8万亿美元 然而 专家警告称 该技术存在隐私和安全风险 腾讯表示 扫描服务是在用户选择加入的基础上提供的 安全和隐私是其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马克思祝贺赖清德后后非 绿宾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南华早报 在小费迪南德 马克思总统向台湾新领导人赖清德表示祝贺后 菲律宾外交部重申了该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马克思祝贺赖清德赢得台湾大选 并表达了密切合作 加强共同利益的愿望 外交部表示 马克思的信息是承认菲律宾和台湾之间共同利益的一种方式 包括在台湾的20万海外菲律宾工人 声明还强调 菲律宾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扬子等其他世界领导人 也向其表示祝贺 并呼吁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因南海领土争端而不断升级 分析师认为抛售过度 百度收复部分损失 彭博社 周二 百度股价上涨4.3% 收复了一篇报道 将该公司与中国军事人工智能研究联系起来后 遭受的部分损失 报道称 百度的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所属大学的测试 百度否认与该研究所有任何隶属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 分析师表示投资者可能对这一消息反应过度 不过 也有专家认为 该报告引发的质疑可能会继续影响百度股价 百度被认为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并于2023年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Earning 然而 该公司目前在在线广告业务方面面临挑战 中国财富基金誓言在稳定市场中发挥作用 彭博社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投资公司CIC承诺在2024年帮助缓解风险和稳定市场 这表明国有企业在提振中国陷入困境的股市方面发挥着更大作用 中央汇金投资是在主要金融机构中持有政府股份的单位 将协调这些任务以加强国家金融资本 此举发生之际 由于对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悲观情绪 海外投资者已恢复抛售境内股票 中投公司表示 去年实现了国有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随着中国股市再度暴跌 北京方面告诉一些投资者不要抛售股票 金融时报 据报道 中国当局已告知一些机构投资者不要出售股票 因为监管机构在2016年前几周大幅下跌后 面临着稳定股价的新压力 自10月以来 市场监管机构一直在向一些投资者发出私下指示 阻止他们出售股票 在某些日子里成为股票的净卖家 此类抛售限制 刺激护升300股指在2015年最后一周反弹约3% 然而 随着新一年限制措施的放松 该指数完全扭转了涨幅 跌幅超过3% 这个月4% 比亚迪已经见顶了吗 金融时报 尽管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EV制造商 但其股价已较2022年的峰值 下跌45% 达到十多年来的最低股指 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其在中国本土的价格战 以及较小竞争对手和进入市场的科技巨头的竞争加剧 然而 由于其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和大规模生产电池的能力 比亚迪比其竞争对手具有优势 此外 该公司正在建设一座纳离子电池工厂 这可以将电池成本降低40% 并使比亚迪在更便宜的电动汽车市场上获得先发优势 中国野蛮增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企业应在海外蓬勃发展 南华早报 尽管北京方面强调国内经济前景 但中国的顶级富豪仍在海外市场寻找2024年的增长机会 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 复兴集团创始人郭广昌表示 民营企业仍面临巨大压力 并将困难归咎于高负债 重资产负荷的经营策略 这些大亨们还被鼓励拓展国际市场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中国旨在将其经济影响力 扩展到60多个国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马斯克希望在构建人工智能之前 对特斯拉有更大的控制权 彭博社 埃隆 马斯克曾表示 如果他没有在特斯拉拥有25%的投票权 他更愿意在特斯拉之外 开发人工智能产品 马斯克目前拥有特斯拉超过12%的股份 他认为 这家汽车公司是初创公司的集合 并希望将其定位为 现实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他认为 拥有该公司更多股份 将赋予他更大的影响力 并防止可疑利益集团进行收购 特斯拉股价今年已下跌12% 马斯克因各种问题面临股东的不满 中国怀疑论者 正在为股市突然反弹做准备 彭博社 由于估值已变得有吸引力 一些投资者正在为中国股市 在近期暴跌后的短期反弹做准备 贝尔资产管理公司 多年来一直看空中国股市 现在正在考虑购买 包括腾讯控股在内的大型科技股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和贝莱德也认为 一旦盈利周期改善 经济就会出现反弹 然而 许多投资者仍然对直接投资中国股票 持谨慎态度 并转向选择对冲潜在上涨的机会 通过中国简报 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度brief.com 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6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6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4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1000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 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 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elofon Sea海滩 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 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 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位成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 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 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 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 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